各大领售商的线上优惠多半从感恩节后的周末开跑 亚马逊活动从周六开始一直持续到网络星期一当天 塔吉特沃尔玛都是周日晚间开跑 据奥多比分析估计 今年全美周一线上支出达120亿到124亿元 使今年的网络星期一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线上购物日 今年迄今亚马逊已经配送超过48亿件包裹 预计年底会达到59亿件包裹 几下联邦快递UPS等传统快递公司成为全美最大的快递公司 我们有了一个纪念的黄金星期间 我们有了更多销售和更多东西 在Amazon的历史上的黄金星期间 澳多比数据显示 黑五的购物者在线上消费 达到创纪录的98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7.5% 但该公司称网上销售额增长8.5% 而商店购买量只增长了1.1% 这些数字没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意味着商店实际销售额 可能会因为高价格而下降 新台电视台记者上镜纽约报导